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您好 球迷朋友 我们这台文银送上的是 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 中国队跟马尔代夫这档比赛的较量 注意屏幕的上下两端 边路还是拉得比较开 但是吸引对方防守之后 其实并没有第一时间给边路 而是往身后再给 传终球到后点 看看这次机会之漂亮 比赛进行到 刘彬彬 接近五分钟的时间 刘彬彬 帮助中国队首开记录 这个开局太美妙了 太美妙了 这是这三场比赛以来 进球最早的一次 对 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开局 吴磊的前叉 吴磊这次传终球质量非常高 一个平快的一个传终的处理 到了后点之后 无人盯防的刘彬彬 球停下来 顺势就打门 传得好 射得票 首先吴磊这个传球 我们看 他这个应该还是观察到后点刘彬彬 而且这个传球的脚法 反弹球难度很大 但是把握得非常好 球速力量 正好是到刘彬彬的身前 停的也好 打的也好 这球世界波 草边或者内切 边后卫留下这种空间 对 最近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马尔代夫 这边来看一下明天 是倒在草莓上 这一下好像还非常痛苦 好像是膝关节 好像是膝关节 这一下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慢动作的一个回放来看 就是他在倒地过程当中 因为跟对方的身体接触的失去平衡 所以当时这个右膝盖是窝在那边 赛后还是要关注一下明天的伤势 明天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 替补登场 中国队在比赛 进行到第12分钟的时候 做个华人调整 吉祥换下了明天 张云宁的几次跑位 还是显得有点着急了 这个防守阵型组织好的情况下 他整个防守的队位 球员还是能到位 看看这球横扫门前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射完门之后 就同样一定要在门前 在对方这个球门前形成一个包抄点 他这个门向扑球动作都不是很正规 但是你看他这个动作 感觉张云宁离进球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来到第十几分钟的时候 变成这个中路的这种短传前后的 好球 吴磊看看机会 突然前叉 漂亮 2比0 第二个进球 吴磊连续三场比赛都有进球 这个球是张云宁首先在中路这两次控球 这我们之前刚讲到这个 就是中国队前两场比赛也是先走边路 进行不断的尝试之后 开始进行这个进攻方式上面的一个变化 就是在中路有更多的这些短传和直传的配合 而且我们看张云宁 他在突破的过程当中 这时候吴磊已经起重了 他传球的提前量 掌握得非常到位 对 看一下吴磊跑动的时机 而且是在突然启动的时候 是绕过对方防守队员的身后 在两名防守队员之间 突然之间一个前叉 张云宁这时候给的分量 也正好让吴磊可以求到人道 这个正好是有一个提前量 而吴磊这时候已经起诉 他的速度 我觉得冲击马尔代夫的后面 没有任何问题 也没有机会没关系 可以通过转移 还是要追求传球的成功率 因为这个比赛天气太热 汉姆扎这边速度很快 交给队友 来到禁区中 对手的反击质量 不低啊 看看这个角球有没有机会啊 对 看看角球的这个处理 还是往中后点去 投球 差了一点点 还有 余大宝两次在门前 已经是抢到了第一落点 对 最近的两次 郝俊敏的角球的 都是高球往中后点去 找余大宝 马虎迪这球 其实挡一下 还非常关键 马虎迪不挡的话 这个球还真有可能 直接顶进 对 马尔代夫 在中路的这脚抢射 虎顶外的一次射门 对 你看严俊凌 其实对这个阶段 球队的防守还是非常不满意 对 因为现在体能 我们的球员也下降了不少 看看这边 李磊的套鞭 直接起脚传中 在门前的投球 漂亮 这个进球等的时间有点长了 比赛进行到66分钟 阿兰终于是在这一次进攻当中 自己是解了以前的一连串的闷信 对 其实你看他的从他的表情来看 好像对这个进攻来得太晚了 对 之前比次的尝试 对 这个球其实中国队还是挺有耐心的 但是李宏伯这一下处理还是非常冷静 对吧 没错 一个假设 外脚背 这是脚弯一倒 对 这一下给的是恰到好处 没错 变换进攻线路 然后来打乱对手的防线 千上反角下来看看这边 连续的假动作 漂亮张玉宁 就在阿兰许的进球 漂亮 之后 也就过了一两分钟 封线搭档张玉宁 送出一角世界波的破门 比分在短时间之内扩大 我们看这次又是抛居民 在前场抢断之后 咱们一下节奏的变化 左脚 衔接得非常 对 再来看一下 抬头瞄一眼 手门员 同时又观察到对方的这个防线上来的扑抢 这一次左脚啊 这一次就是攻手转换 对吧 老军民抢断之后 张玉宁做了也是非常充分的准备 点不错 看看 这次球球 坎龙 5比0 第一第二 不能再三 对 内部的空间跑出的这个传球的机会 坎龙呢 在中路高高跃起之后 投球破门 这就是中国队张玉宁 坎龙双刀开门 好了 全场比赛结束 那么中国队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有效的积分在这个计算小组第二排名积分当中是来到了10分 而竞胜球呢 则是11个 接下来中国队等待的对手就是本小组的第一 叙利亚队 每年都oupe